自冷战时期结束,二战以来,美国借着齐位北约之首,继而大力发展国力,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顶端的国家。 世界格局也因为美国的存在基本定型,成为了如今所说的一超多强制度,一超指的自然就是美国,其是世界公认的唯一超级大国,另外多强指的就是俄罗斯、欧盟等国,并且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,其在世界上也行使了特殊权力。 据了解,美国自二战以来,借着齐庞大的军事力量,不断在世界各地引起多处的局部战争,并且以此压榨各国,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,近年来随着美国不断地制裁这国,又制裁那国,其方面军队也表现出了外强中干之势。 毕竟在美国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上,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军人,也会出现状态不佳的状态,也正是因此,在近年来美国频频出现事故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,比如美国最为骄傲的海军方面,在近年来也出现了多起撞船事件,其中5月份在韩国发生了一起美方舰船撞击韩方渔船的事件, 另外在6月份美国军方第7舰队内的一艘驱逐舰,在横须赫党西南部与菲律宾的一艘货船相撞,诸如类似的事件在近期旅舰补仙,美国军方力量不只是海军方面出现了撞船事件,在美国空军方面,同样也出现了问题。 据了解,美国空军在今年被外界细称为美国空军年,在今年至今为止,有报道出的美国空军由于零件脱落,坠机迫降,而引起的事件就有几十起,尽管美国空军方面对此进行了相关的整改,但也只是治标不治本。 诸如类似的事件,仍旧在不间断地在美国上演,事实上,美国军方面临现在的局面,也是旧由自取的结果,在美国决定走上霸权主义道路开始,美国就注定会存在如今这样的问题,其长期以来在世界上游走,并且形式风格已经根深蒂固,经常都是蛮横无比。 然而伴随着美国军方这样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工作量,自然使得士兵精神上存在很大的隐患,也就更容易滋生事故,不过归根结底,其还是美国政府方面的考虑不周,如果美国政府不进行根本上的改变,那么在未来,美国军方还会不断持续发生这样的事件,甚至情况也会更加的糟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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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